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夜之间被四位女子求婚 老师断言这段姻缘暗藏危机 程卓并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 在书院之中并不出彩 无论谁提到程卓 第一想到的便是程卓的努力 但是尽管程卓似乎很努力 其水平依旧不是很理想 程卓的父亲程通作为一个举人 每次提到程卓这个儿子 都免不了爱声叹气 努力确实是努力 然而结果却总是不理想 有些人看起来不如程卓努力 也不如程卓聪明 但是其成绩却总在程卓之上 程卓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日天还未亮 程卓便已经早早起床 拿着两本书前往书院的后山 准备到天亮了 便开始背书 他又来到了老地方 可是不多一会儿 程卓因为太困便睡着了 后来太阳升起 程卓倒是每每睡了一觉 过了好一会儿 阳光照在脸上 程卓才慢慢醒来 他看了看时辰 也该回去吃早饭了 程卓起身 转头要走 却遇现了一位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是书院夫子的打扮 但是 程卓却从未在书院 见过这位老先生 然而 程卓还是礼貌地攻身道 见过夫子 老先生笑眯眯地道 程卓呀 又来背书了 真是太用功了 程卓回道 小子知道自己不够聪明 但是 秦能捕捉 天道酬秦 因此 不得不努力 免得书院的先生 和小子的父亲失望 对于他们的期待 小子不敢忘 老先生摇头道 努力是对的 可是 假装努力 却是不好的 终究有一天 你会知道 假装的努力 永远都只是假装 无法成就你 也无法帮助你 你要真的努力才行 程卓的脸顿石红了 不敢看老先生 只是低着头 陷落地小声道 我老先生拍了拍 程卓的肩膀 叹了口气道 你假装努力 是因为享受别人 对你的夸奖 因为 你不够聪明 很少得到别人的夸奖 但是 假装努力 是一个过程 别人却更注重结果 然而 结果不会陪你演戏的 你明白吗 你能一直假装努力 可是 结果会一直等你 文言 成着犹如醍醐灌顶 冷汗之流 他现在看上去非常努力 很多人都会夸赞他的努力 但是 他们在书院上学 努力只能被欣赏 然而 最终的结果却是要考秀才 考举人 考进士的 到那时 又该如何呢 程卓低头一败道 多谢夫子教会 学生谨记在心 可是 程卓一抬头 那位老先生却不现了 这后山空空如也 只有阳光 只有随风摇曳的树木 还有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怪事 以及半山腰处 没有墓碑的一座孤独的坟 程卓泪流满面 在那一瞬间 他终于明白 自己错在哪里 自己不够聪明 努力也是假装的 只因为想让别人夸奖自己一句 然而 这都是人生的过程 他现在还在书院 可是 到了最后的结果是 谁还在乎他曾经的努力 从那天起 程卓便再也没有早起过 而是每次天微微亮 才会起床 洗书过后 抱着书本 向后山跑步过去 既锻炼了身体 又刚好天大亮 伴随着晨起的阳光 开始努力读书 到了晚上 再也不会在房间外的僻静角落 抱着书本发呆 而是和大家一起 在固定的时间睡觉 努力 自然是要真的努力才行 而不是假装努力 也就是从那时期 成拙开 时缓慢进步 而书院的夫子 也不只是夸奖成拙的努力 还提及了成拙的进步 夜经于秦荒于西 只要耕耘 便会有收获 可是 课堂上的成拙 却脸红了 他以前之所以 一直不进步 那是因为他在 假装努力 其实 假装努力的人 和只成拙一个 从小到大 有太多这样的人 看似十分努力 在用功背书 可是 心思却早已飞到窗外的麻雀身上 清明前后 书院放假 那是扫墓上坟的日子 成拙也不例外 回到家中 这一次 身为父亲的成通 再也没有爱声叹气 反而十分高兴 因为 成通和书院的夫子 都十分熟悉 自然是早已知道 成拙的进步 成拙的母亲 叙事很早 父亲成通 也没有再去 自然将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成拙身上 家里的仆人 准备好一切之后 清明节那天 成通没有让仆人跟着 只是和成拙的两个人一起 拿着一些东西 前去上粉扫墓 成拙一家长辈的 坟地距离较远 每次 他们都会走进路 也就是从书院的后山 腰绕过去 到了后山腰 路过那一处 没有墓碑的孤芬时 没有等成通的吩咐 成拙便十分自觉地拿上祭品 前去扫墓 这么多年来 成拙跟着父亲成通前 去扫墓时 路过此地 总是要寄扫一番的 快到自家坟地时 旁边还有两座坟 却已经看不出什么年代了 也从未有人来过此处寄扫 甚至墓碑早已倒了 上面的自经过风吹雨淋 也变得不清晰了 那墓碑 还是成拙九岁那年 他父亲来此扫墓时 找人扶起来的 与前面祭扫的那一处孤芬一样 每次上坟 路过之时 成通都是要祭扫一番的 只是 等成拙渐渐成长起来后 这件事情 就落到了成拙的头上 对此 他倒也没有怨言 敬长辈 敬祖先 本就是传统 最后 才来到成拙自家的坟地 坟头众多 他们家并非是书香市家 世代务农 只是父亲中了举人之后 又对坟的进行了规整 否则 多年来 有些坟头早已消失了 等成通和成拙计扫完 已经是中午了 两个人回到家中时 已经快要傍晚了 仆人早已准备好饭菜 成通竟然亲自给成拙盗了一杯酒 笑道 夫子说 你进步很大 这杯酒便算是对你的奖励吧 成拙默默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有些羞愧道 父亲 其实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以前觉得自己不够聪明 人们都夸赞我的努力 所以我便假装很努力 其实我起得太早 非常困 每次都睡着了 只是书院后山 向来是人际罕至 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成通一愣 苦笑道 原来是这样 自欺欺人 不过 幸好 你醒悟的比较早 常拙更愧疚了 说道 不是我自己醒悟的 是书院新来了一个夫子提醒了我 努力是过程 努力可以假装 但是 结果却不会陪着我演戏的 努力可以假装 结果却不会陪你演戏 说得好啊 只是 成通有些疑惑 我没有听你们山长说 书院又来新的夫子啊 再者 即便来了新的夫子 他也不会对你有足够的了解 怎么可能会说你假装努力呢 这么多年 我们可是都没有发现你假装努力啊 成拙挠了挠头 他也有些疑惑 成通笑了笑 这些都不重要了 关键是 自己的儿子成拙 已经开始真的努力 即便最后无法考中进士 能够考上举人 也是好的 到时候 自己再好好培养自己的孙子 继续去考进士 未尝不可以 很多人都是如此 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 便会寄托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等晚辈 代代如是 代代如此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无论结果如何 过程是很重要的 若是自欺欺人 将来定然会十分后悔 成拙以前便是如此 后来才开始真正的努力 不过 最终的结果还算可以 他不仅考上了秀才 也考上了举人 原本 一些比他聪明的人 却因为不够自律 无法做到努力 不要说考中举人 甚至连秀才都没有考上 这说明 天赋虽然很重要 但是 努力却也同样重要 否则 即便是天赋再高 没有努力 也无法转化为成就 何况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谁的天资 也未必就比别人的天资更高 大多数人的天资 都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 谁更加努力 谁的成长环境更好 谁更能自律 谁更细心罢了 从那之后 书院里都流转着 承着的故事 那些书院的夫子 总是以此来激烈学生们 让他们知道 努力的重要性 成通问成卓 是否还想继续考 因为 第一次参加会试时 成卓没有考中进士 他落榜了 结果 成卓却来了一句 不考中进士 便不成家 这可让成通担心起来了 他以前一直想让成卓 能够考中进士的 但是 成卓不成家 还不如不考呢 这是一个老父亲的担忧 成卓想最后试试 父子间还在讨论 仆人却来告诉父子二人 有一位老者求见 成通看着成卓 正在烦躁和纠结 但是 成通向来是那重比较 平易近人的 有人求见 自然也不好亮着 便请了进来 那是一个十分儒雅的老者 穿着一身轻衣 胡须很浓 只是有些木气沉沉的 身为一个举人 成通献了太多人 一眼便可看出老者的不凡 不敢怠慢 儒雅老者笑眯眯的看着成卓 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开口道 我想做令郎的老师 不知道 你们父子是否愿意 成通和成卓对望了一眼 都看出了 彼此眼中的疑惑 两个人都不认识这个老者 儒雅老者继续道 成通 你的学问不错 曾经中过举人 不如 我们互相考教一番 没有给成通反应的时间 儒雅老者便直接出题了 随后 两个人一眼 我一句 再到后来 成通已经磕磕巴巴 儒雅老者却是对答如流 妙于连珠 成卓站在一旁 觉得无论是自己 还是父亲 甚至是书院的山长 论学问 都不如这位儒雅老者 成通最后苦笑道 不知道卓何德何能 可以让您这样的常者 亲自登门 实在是受宠若惊了 儒雅老者 与着自己的胡须道 老夫乐意 不可以吗 哈哈 老夫和他的缘分 老夫和你的缘分 并非今日开始 也并非今日结束 若你同意 以后每天晚上 我都会来教成卓 成通拉了拉椅旁发呆的成卓 提醒道 还不见过你的老师 成卓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响头 学生成卓 拜见老师 儒雅老者 上前将成卓扶起来 点头道 如此可教也 那么 从今日开始 我便是你的老师 也从今日开始 每天晚上 我都会过来为你讲课 直到 哎 算了 带我去书房 我们这就开始吧 成通哑然失笑 这位儒雅老者看起来很儒雅 但是 性子却挺极 只是 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身为一个巨人 刚才和老者对谈 却是经了一身的冷汗 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学问 在老者面前 宛若志同 只是 这个儒雅老者 似乎从未有人见过 也从未有人知道 他从哪里来 从那天开始 老者每天傍晚 便会来为成卓讲课 到了子时之前 便会离开 儒雅老者 从未在成通家吃过饭 也未用过夜宵 似乎 他来 只是为了给成卓讲课 时间也十分固定 风雨无阻 出于好奇 成通向书院的山长和夫子打听过 却都不知道 那位儒雅老者 是何方人士 甚至 他在成池里打听过 也没有人听说过 有这样一位老者 但是 成卓的进步很大 甚至已经超越了书院的山长 这也让成通放下心来 不管那位儒雅老者 究竟是何人 但是 对成卓确实很好 也让成卓进步飞速 于是 成通又开始抱了希望 他觉得 如此下去 成卓或许真的能够考重进士 而且 成通发现一件事情 儒雅老者 永远都是那一身轻衣 似乎从未换过 却十分干净 并且 他从未要过成家的任何银子 甚至 一口水都没有喝过 成通与书院山长说起此事 都觉得十分奇特 而且 成通当年特意问过书院的山长 他们书院是否来了一位新的夫子 答案也是否定的 后来成通问过成卓 儒雅轻衣老者 是否为当初 成卓在书院后山见过的那位夫子 答案也是否定的 成通很疑惑 觉得轻衣儒雅老者很怪 不过 成卓的进步太大了 这疑惑 渐渐也就不重要了 一年以后 儒雅老者告诉成卓 自己一身的学问 尽数串授 也没有其他可以再教的了 便不再来了 成通和成卓在三挽留 清义儒雅老者还是离开了 甚至没有告诉成通和成卓 自己住在哪里 这件事情 一时间成为奇谈 书院山长告诉成通 他有一种猜测 但是 不知道对不对 等成卓参加科举归来 他才愿意告诉成通自己的猜测 半年以后 成卓出发 再次去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次 他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高中 书院山长也对成卓寄予厚望 若是成卓真的能够考上进士 那么 成卓将成为书院出来的第三个进士 再次上路的成卓 十分兴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跃跃欲试 成卓却不知道 每次他走过的路 到了晚上 都会有一个轻衣儒雅老者 沿着他的足迹 也在赶路 只是 夜色之中 那个轻衣儒雅老者 像是一道青烟一样 不知不觉 成卓已经出门一个半月 每天都是赶路 成卓却也不知道疲惫 那些年在书院读书时 养成的良好习惯 每天跑步去背书 后来 他也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而且 古诗后要学六艺 成卓也在坚持着 他不像其他书生那般文弱 所以 即便如此赶路 成卓也不觉得疲惫 这一日 成卓赶路又错过了阵子 没有客栈 本以为又要在野外渡 过一夜了 却发现 前方的路边 有一所很大的院子 挂着两盏红灯笼 成卓顿时大喜 上前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 里面才不情愿地将门打开 那是一个二八妙林的姑娘 看到成卓的打扮和俊朗的样子之后 愁眉苦脸的样子 顿时又喜出望外 甚至成卓还没有开口 却已经将成卓拉了进去 进了门 成卓才苦笑道 姑娘 小生去参加科举考试 没有留神 走过了路 不知道您家里可还有其他人 是否方便小生借助一宿 姑娘笑嘻嘻地道 自然是方便的 公子请 听说有客来访 姑娘的家里人都忙碌了起来 本来已经错过了晚饭的时间 但是姑娘家里的人十分热情 不只是要让成卓吃顿便饭 甚至又张罗了满满一桌子丰盛的菜肴 并且在客厅中接待了成卓 酒桌之上 那姑娘的几个姐妹 还有姑娘的母亲 一直偷偷地打量成卓 不时露出娇羞的笑容 一个一个在烛光下 美得不可方物 十分动人 成卓觉得脸很热 她一直用心读书 从未与女人这样近距离街出国 姑娘的父亲倒了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又给成卓满上 两个人就那样连饮了三杯 姑娘的父亲这才开口道 公子你出门在外 你夫人不担心你吗 也不让你带上两个书筒或者仆人 好歹有个照应 成卓尴尬一笑道 再下一心想要参加科举考试 尚未婚配 此言一出 坐在成卓对面的几个姑娘和那几位姑娘的母亲更加高兴了 一个个忍着笑意 彼此相互看着默默地吃菜也不说话 只是安静地听着自己的父亲和成卓聊天 对于这位老者的学问 成卓也是十分佩服 都快赶上自己了 若不是轻易儒雅老者教导了自己一年时间 当年的自己还真的无法和那位姑娘的父亲相比 一时间 兵主尽欢 姑娘的父亲打量着成卓 不断点头 觉得颇为满意 笑问道 不知道公子 觉得老夫的这几个女儿如何呢 成卓 啊 了一声 不知道如何作答 羞红了脸 顿时惹得对面的几个姑娘 娇笑不停 姑娘的父亲 微微一笑道 老夫的意思是 若是老夫将几个女儿许配给你 你是否愿意 成卓彻底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意思 怎么好端端地突然间就提到这些了呢 双方似乎也没时莫了解 何况他此时此刻最大的目标就是考中进士 没有其他想法 然而 这毕竟是在别人家 而且 别人也刚刚热情招待了他 他也不好拒绝 于是 只得开口道 能得老丈赏识 在下深感荣幸 只是 婚姻大事 还要和父母商量 若此去能够高中 他日 必定再来商谈 这其实已经算是婉拒了 或者说至少此时此刻算是拒绝了 不曾想 姑娘的父亲继续道 既然贤婿对老夫的几个女儿十分满意 那么 今晚便留下完婚吧 至于科举一事 其实 不必着急 你参加科举考试 即便能够高中 也不会比现在更好了 老夫有家财万贯 将来都是你的 和我几个女儿的 程卓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这 他总觉得 这件事情 有点怪了 越想越觉得不对 不由的 程卓想到了一些传说 一些书生遇到美人的故事 只是 他所遇到的 似乎比那些故事 更要奇特一些 这时 忽然间有一道声音响起 你们和我的徒儿 并非是同路人 强行留客 似乎也不是代客之道吧 此言一出 一家人顿时站了起来 刚才还笑意盈盈的脸上 似乎结成了薄薄一层寒霜 程卓也听到了那个声音 正是教了他一年多的 轻衣儒雅老者 姑娘的父亲 凝视着程卓道 你不是说一个人吗 程卓苦笑道 听声音 应该是我的老师 只是 我的却是一个人来参加科考的 我的老师早已离开 我也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不曾想 会在这里再次相见 那位轻衣儒雅老者 已经出现在客厅之外 副手而立 静静地看着几个人 怒斥成卓道 还不过来 见过卫师 成卓连忙起身 走到轻衣儒雅老者身旁 行礼道 见过老师 姑娘的父亲 带着几个女儿 和自己的妻子 缓缓走出客厅 向着轻衣儒雅老者 抱拳开口道 我们都是一路人 你何必来坏我们的好事 何况 我们并非要对这位公子不利 只是想让他 做我们家的女婿而已 轻衣儒雅老者冷哼道 没有不利 他可是一个大祸人 与你们生死有别 但凡他心智不坚 答应留下 你让他的父亲怎么办 你让那些对他 寄予厚望的亲朋好友 如何办 生死有别 成卓卓磨着这一句话 顿时回过未来 难道眼前的这些人 如果我们要强行留他下来了 姑娘的父亲 微微皱眉 沉声道 我的几个女儿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满意的狼君 岂能说走就走 你可以实事 轻衣儒雅老者 踏前一步 与姑娘的父亲 针锋相对 狼笑道 你们是想彻底消失的话 老夫不介意送你们一程 那位给成拙开门的姑娘 拉了拉自己父亲的衣袖 轻声道 父亲 他并非是落魄失忆的书生 而是要去参加科考的举人 他若不愿意 我们本就留不住他 而且 女儿还观的身举浩然正气 他若不愿意 我们更是留不住的 算了吧 姑娘的父亲叹了一口气道 也罢 也罢 是老夫莽撞了 成公子 今晚就暂留一休 明早便离开吧 轻衣儒雅老者笑道 大家都是一路人 就不要再打其他主意了 我来这里 我要走 他自然要跟着我 这个老师一起走的 言罢 轻衣儒雅老者转身就走 成拙又向那几个人行了一礼 连忙跟着轻衣儒雅老者走了 到了门外 成拙问道 老师 您怎么会在这里 您吃过饭了吗 轻衣儒雅老者笑道 我本来早就该走的 可是 知道你此行路过这里 便赶了过来 护你一城 此后 我便要离开了 吃饭 早就吃饭了 每年清明 不都是你给我送饭的吗 成拙发愣 清明 送饭 小子 此举好好考 正常发挥 应该是能够高中的 轻衣儒雅老者 一边笑着 一边向来时的路走去 说道 天马上亮了 我也该走了 我本一尽事 你若能高中 我也算了 接一个心事了 成拙觉得有些冷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每年清明 和父亲一起去扫墓室 都会路过三座荒凉的孤坟 曾经是他父亲寄扫 当他长大了一些 便是他自己寄扫 他曾问过自己的父亲 那三座孤坟埋的是谁 他父亲也不知道 只是每次去给自家坟底扫墓室 路过那里 觉得太过孤独和可怜了 便每次都会激扫一下 反正都是举手之劳 不知道老师是哪一座呀 成拙叹了口气 他终于知道 为何他的老师永远都是一身轻衣 永远都是傍晚来 永远都不吃他家的饭 也不喝一口水 天色已经大亮 成拙回头看 哪里还有那一座大的院子 只有一座古老的坟 成拙顿时打了一个寒战 若非亲一劳者赶来 若是自己答应留下成亲 若是自己留宿 那他是不是就已经在里面了呢 想到此处 成拙顿时觉的脊背发凉 撒开脚丫子 直接狂奔了二十里 此后一路倒是无事 两个月后 成拙住进了一间客栈 只等开口 一日晚上 正在看书的成拙听到了敲门声 他以为是殿小二 便打开了房门 却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中年人 成拙还未开口 中年人便进了屋子内 递给成拙一张纸 说道 这是我答的 你背下来 若是明天 你觉得自己的答案不行 就写这个 成拙十分茫然 接过了那一张纸 默默打开 那一手字要超过自己许多 中年人笑道 发什么呆呢 那两个家伙 一个点醒了你 一个教了你一年书 我呢 自然也要做点什么 成拙结巴递道 你 你 你 中年人笑道 你什么你 我什么我 好好考 你父亲还 在家等着你呢 果然 长卓最后考中了进士 成为了书院的第三个进士 回到家中之后 长卓没有和自己的父亲提起 只是一个人 又前去寄扫了那三座姑分 一个人点醒了他 不让他家努力 一个人叫了他一年 一身学问 尽数相传 一个人更加离谱 直接给他做好了题 让他背诵 这可真是 滴水之恩 永全相报之 随心之举 让一个本来可能 碌碌无味 甚至不能考上秀才的人 最终功成名就 考中了进士 助人者 人横助之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妇人回娘家 见野君遍地沉迷采摘 下山时已过去三十年 明朝万历年间 有一个叫做李娟的妇人 要回娘家 李娟的娘家 在山的另一边 距离她的婆家 有一天的路程 每年农闲的时候 李娟都会回娘家 看望父母和弟妹 孙老二也会陪她一起去 李娟的父母很高兴 看到女儿嫁得好 也很喜欢孙老二这个女婿 常常给他们送些粮食和衣物 一年 李娟又要回娘家了 孙老二却因为有事耽搁了 不能陪她一起去 李娟不放心孙老二一个人在家 想要等她一起走 但是孙老二说 你先去吧 我过几天就来接你 你父母一定很想你 不要让他们等急了 李娟只好答应了 收拾了一些东西 背上竹篓 就出发了 李娟走了一会儿 就到了山中 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鸟语花香 清风徐徐 李娟走在小路上 心里想着孙老二 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 有没有想念她 她忽然觉得有些孤单 就唱起了一首山歌 想要打发时间 李娟唱住唱住 就发现路边有一些野军 红的黄的白的 形状各异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李娟喜欢吃野军 她想着这些野军可以拿回娘家给父母和弟妹吃 也可以留一些给孙老二 于是她就停下来 弯腰踩摘起来 李娟踩了一会儿 就觉得竹篓有些沉了 她抬头一看 惊讶地发现 原来她已经走了很远 周围的景色都变了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她只觉得天色有些暗了 就想着快点走出山去 李娟加快了脚步 沿着小路往前走 她走了一会儿 就看到了山下的村庄 她认出了那是她的娘家 她心里一喜就快跑了起来 她想着父母和弟妹一定在家等她 她要把野军给他们看 还要告诉他们 孙老二过几天就来接她 李娟跑到了娘家的门前 她推开了门 就喊道 爹 娘 我回来了 她一进门 就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 是一个中年男人 她正坐在桌旁 吃着饭 她看到李娟 就惊讶地问道 你是谁 你找谁 李娟一愣 她不认识这个男人 她问道 你是谁 你在我家做什么 她顺着她的目光 看到了桌上的饭碗 上面写着李家两个字 她更加疑惑了 她说 这是我家的饭碗 你怎么用它吃饭 那个男人也一愣 她说 你家的饭碗 你是说这是你父母的饭碗 她指了纸墙上的一幅画 说 你看 这是我父母的画像 他们已经去世了 这是他们留给我的遗物 你怎么说 这是你家的饭碗 李娟抬头一看 就呆住了 她看到了墙上的画像 上面是一对老人 他们的面容和她的父母很像 但是却又有些不同 他们的头发都白了 皮肤都皱了 眼睛都深陷了 他们的神情都很悲伤 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李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摇了摇头 说 不 不 这不可能 这不是我父母 我父母还年轻 他们还在等我回家 你一定是弄错了 你一定是骗子 你快点滚出去 不要占我家的便宜 那个男人听了 气愤的说 你说什么 你敢骂我是骗子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是谁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失踪了三十年 李娟听了那个男人的话 觉得他说的太荒唐了 他怒道 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失踪了三十年 我今天早上才从我婆家出发 我只是在山里踩了一些野军 你不信你看 这是我刚踩的 他把竹篓放在地上 打开了盖子 想要给那个男人看 可是 当他看到竹篓里的东西时 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原来 竹篓里的野军 已经变成了一堆枯萎的草 没有了任何颜色和香气 就像是放了几十年的一样 李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发现自己的皮肤 也变得干瘪和松弛 就像是老了许多岁的一样 李娟突然感到一阵血晕 他摇摇晃晃地坐在了地上 他说不出话来 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现他这样 也有些同情 他说 你是不是李娟 你是不是孙老二的妻子 你是不是三十年前走山路回娘家的那个人 李娟点了点头 他想起了孙老二 想起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想起了他们的约定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说是是我就是李娟 我就是孙老二的妻子 我就是三十年前走山路回娘家的那个人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知道这些 那个男人叹了口气 他说我是你的弟弟 李明你还记得我吗 你走后我们一直在找你 可是就是找不到你 我们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或者被什么妖怪抓走了 我们都很伤心 我们都很想你 李娟听了 更加惊讶 他说你是我的弟弟 你是李明 可是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怎么长得这么老了 你不是才十岁吗 他想起了他离开时的弟弟 他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总是跟在他身后 叫他姐姐 让他给他讲故事 给他买糖果 那个男人苦笑了一声 他说 姐姐 你不要忘了 你已经失踪了三十年 我也已经四十岁了 我也有了妻子和孩子 他们就住在隔壁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们 他们都知道你的事 他们都很想谢你 李娟摇了摇头 他说 不 不 我不要去看他们 我要去找孙老二 我要回到我婆家 我要和他一起生活 我要和他一起变老 我不要在这里 我不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你快点带我走 你快点带我走 那个男人无奈地说 姐姐 你冷静一点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就这样走 你要知道 孙老二也不在了 他也已经去世了 他是在你失踪后 不久就死了 他是因为思念你而死的 他是在你的床上 抱着你的衣服 流着泪 说着你的名字 就这样走了 李娟听了 心如刀割 他大叫一声 就晕了过去 那个男人急忙把他抱起来 放在了床上 叫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让他们照顾他 他自己则跑出去 去找村里的老人 问他们关于三十年前的事 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李娟恢复正常 可以让他忘掉那些痛苦的回忆 可以让他重新开始生活 村里的老人告诉李明 三十年前 李娟在山里遇到了一只神奇的野军 那是一种能让人停止时间的野军 只要吃了它 就可以在一瞬间过去几十年 而自己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那只野军是山神的宝物 它只会在特定的时候出现 而且只有有缘人才能看到它 李娟就是那个有缘人 他在采摘野军的时候 不小心吃了那只野军 就这样跨越了三十年 回到了现在 村里的老人说 这是一种极大的福气 也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因为李娟虽然保持了年轻的容貌 却失去了他最爱的人和他的生活 他们说 如果想让李娟恢复正常 就必须让他再次吃到那只野军 让他回到三十年前 回到孙老二的身边 回到他的幸福生活 但是 那只野军很难找到 也许再也不会出现了 也许只有等到下一个有缘人 才能看到他 李明听了 心里很矛盾 他既想让姐姐快乐 也不想失去姐姐 他问村里的老人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让姐姐适应现在的生活 可以让姐姐忘记过去的痛苦 可以让姐姐重新开始生活 村里的老人说 这很难 因为姐姐的心里只有孙老二 只有孙老二才能让他开心 只有孙老二才能让他安心 只有孙老二才能让他活下去 李明回到了家 看到了姐姐 她还在昏迷中 她的脸色很苍白 她的呼吸很微弱 她的身体很虚弱 李明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她的身边 她们都很担心她 她们都很爱她 她们都想让她好起来 李明也很担心她 她也很爱她 她也想让她好起来 她决定了 她要为姐姐找到那只野军 她要为姐姐实现她的愿望 她要为姐姐送她回到孙老二的身边 李明收拾了一些东西 背上竹篓就出发了 她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山中 她沿着姐姐走过的小路 寻找着那只野军的踪迹 她走了一天也没有找到 她走了两天也没有找到 她走了三天也没有找到 她走了四天也没有找到 她走了五天也没有找到 她走了六天也没有找到 她走了七天 她看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 上面有一些野军 红的黄的白的 形状各异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她发现了那只野军 它就在草地的中央 它是一只红色的野军 它的形状像是一个心 它的香气像是一种酒 它的光芒像是一颗心 它的美丽像是一种神气 李明激动地跑了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只野军摘了下来 放在了竹楼里 他感谢了山神 他感谢了天地 他感谢了命运 他感谢了一切 李明拿着那只野军就往回走 他走了一天 他到了山下 他走了两天 他到了村里 他走了三天 他到了家 他看到了姐姐 他还在昏迷中 他的脸色很苍白 他的呼吸很微弱 他的身体很虚弱 李明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他的身边 他们都很担心他 他们都很爱他 他们都想让他好起来 李明也很担心他 他也很爱他 他也想让他好起来 他拿出了那只野军 他说 姐姐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那只野军 他可以让你回到三十年前 回到孙老二的身边 回到你的幸福生活 你要不要吃他 李娟听到了李明的声音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李明 他看到了那只野军 他认出了那只野军 他想起了那一切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说 弟弟 你真好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你为我找到了这只野军 你为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你为我送我回到孙老二的身边 你为我送我回到我的幸福生活 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真的很爱你 李明也流下了眼泪 他说 姐姐 你不要说这些 你是我的姐姐 我是你的弟弟 我应该为你做这些 我应该让你快乐 我应该让你安心 我应该让你活下去 姐姐 你快点吃吧 你快点回去吧 你快点见到孙老二吧 你快点开始你的幸福生活吧 我会永远祝福你 我会永远想念你 我会永远爱你 李娟点了点头 他拿起了那只野军 他含在了嘴里 他感觉到了一股甜甜的味道 他感觉到了一阵温暖的感觉 他感觉到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他感觉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他感觉到了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他对着李明威笑了一下 他说 弟弟 我走了 你要好好地活着 你要好好地照顾你的家人 你要好好地享受你的生活 你不要为我难过 你不要为我担心 你不要为我后悔 你要知道 我是最幸福的人 我是最幸运的人 我是最快乐的人 因为我有孙老二 因为我有你 因为我有这只野军 因为我有这一切 他说完 就闭上了眼睛 他的身体就消失了 他的竹楼也消失了 他的野军也消失了 他的一切都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阵清风 一缕香气 一声笑声 一片光芒 李明看着姐姐消失的地方 他哭了 他说 姐姐 你走好 你一路平安 你一路幸福 你一路快乐 你要知道 我是最骄傲的人 我是最感激的人 我是最欣慰的人 因为我有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送你回到孙老二的身边 因为我送你回到你的幸福生活 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一切 他说完 就站了起来 他抹了抹眼泪 他对着天空微笑了一下 他说 姐姐 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会永远祝福你 我会永远爱你 李明的妻子和孩子 都抱住了他 他们都哭了 他们都说 爸爸 你真好 你真伟大 你真勇敢 你为姐姐做了这魔多 你为姐姐实现了他的愿望 你为姐姐送他回到孙老二的身边 你为姐姐送他回到他的幸福生活 你为姐姐做了这一切 他们说完 就亲了亲他 他们说 爸爸 我们也会永远记得姐姐 我们也会永远祝福姐姐 我们也会永远爱姐姐 李明的家人都围在了他的身边 他们都笑了 他们都说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 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彼此 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要为姐姐难过 我们不要为姐姐担心 我们不要为姐姐后悔 我们要知道 姐姐是最幸福的人 姐姐是最幸运的人 姐姐是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有孙老二 因为他有我们 因为他有那只野军 因为他有这一切 李明的家人都拥抱了一下 他们都说 我们也是幸福的人 我们也是幸运的人 我们也是快乐的人 因为我们有彼此 因为我们爱彼此 因为我们有这个家 因为我们有这一切 他们说完 就走出了门 他们去了村里 他们去了山里 他们去了田里 他们去了河里 他们去了各处 他们去了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